好 一起交通事故带你来看到台东市中心路四段 16号的上午发生死亡车祸 50岁的林姓自小客车驾驶 疑似没有注意到路旁停放的杀石车 直接是一面冲撞 那么连人带车卡车抖下缘 那么林姓男子的头部重创受困在车内 那么警消赶到现场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目前整起事件是由台东警分局调查厘清当中 从画面上可以看见白色的自小客车 整辆的车头直接卡进一旁的杀石车的车尾 小客车内的安全气囊也全部爆开 仪表板上还显示的当时的车速 至于小客车的驾驶则是被卡在车内 被后续赶来的救护人员给救出 并送往医院急救 对面杀石车司机可能去对面买东西老林体 这台车可能没有刹车吧 然后直接冲撞起这样子 很大声喔 很大声 听到声音我们才走出来 才出来看 应该是没有刹车 这起意外发生在台东市中心路市段上 当时刹石车的正姓驾驶 将车辆停在路旁 跑到对面的商店购买饮料 不料在下车没多久 就听见巨大的碰撞声 一辆白色的轿车 已是为注意到刹石车 直接冲撞车斗的尾部 小客车的男性驾驶 直接卡在车辆里 而警销货报后 立即赶至现场 并协助小客车的驾驶脱困 但小客车的驾驶在送医急救后 人是因为伤重 宣告不治 我不知道啊 我就停下 打拨下 是喔 对啊 你怎么在做啊 乘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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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车 乘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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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市中心路市段342号前发生交通事故 那远警立即到场交通疏导 并配合消防人员救护伤患 那警调解释 林南驾驶自小客车 远中心路市段外车车道 西往东行习 那于事故定点 违籍前方 同向同车道的苏名 驾驶的直到后车停等 发生碰撞的形式 那警察林南有西洋拳带 违京送医急救后人不知身亡 那苏名未受伤 那详细的造势原因 那台东交通小队调查理清中 台东警分局也呼吁 民众驾驶车辆时 应保持警觉 注意车前动态 如果车辆发生故障 停等于路边时 应于后方适当的距离 加设三角警示牌 提醒来车减速慢行 以维护交通安全 记者陈吉林台东市报导 公司和中心 公司和中心 三角警示牌